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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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大叔隊員積極加強訓練 為今年都將六色基盤的國學大師做好準備 在今年世界杯拿下兩斤一斤來結出雙大叔選手等平穩 因為是風靈國中 所以不用出來優秀主題兵 也趁到有用的時間 回來學校制度學地學妹 我們的隊伍是屬於身材比較矮小 那我想要提升他們的技巧來 能去抗衡別的國中的比較高的身材的力量 雖然說有選手積極訓練 但新中南美也是有一些失智 因為經費的問題 讓他們認聽放棄一年中 最重要的全國大賽 拔河一年有五次的全國賽 但是縣政府一年一學期只補助一次 等於說三次都要靠學校去籌經費 這個經費這麼龐大學校沒辦法籌 所以這一次的全國賽我們只好沒辦法去參加 現在是為了教育部 對啊 只要有希望就去努力 這次不能去 還是再準備下一次 對啊 不想放棄每一次機會 為什麼 就是打拔河帶給我的成就感 所以不想放棄 受到經費問題困擾 就算是今年來不斷在國行比賽中 拿到好勝者的鳳人國中猶大師對我 也許是師匠沒認選得 猶大師比賽一年有五大賽 放棄後最重要的全國大賽 選手猶豫不斷辛苦訓練 希望借由其他比賽拿下好勝者 來明報心中的誇張 其實猶大師的困境也不能這樣 以後是鳳人國中猶大師選手 主要來源的南港國修 也因為經費和設備問題 已經漸漸退出猶大師這項運動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設備 他們都必須要到我們學校來 他們教練是希望說學校有設備 讓他可以在學校練習 這樣子 因為考量到安全的問題 所以剛剛好教練後來 也去發展獨輪車 所以一個人沒辦法同時做兩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學校的拔河 有一點比較沒落 也因為選手來源接受不到 教練中今方之春 先加上一年來的選手 整體組織和實力 沒辦法像伊翁那樣好 未來希望就由過去 培養優秀選手回家學校協助 當時家庭訓練的方式 可以維持方釀國中猶大師的優良傳統 接著王家先採訪報道 預備開始